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近日香港政府提出了要在湾仔海滨 以大大地的形式 举行一个类似台湾夜市的地方 名为香港夜宾分 根据报纸的报导 窗一边有美食区 呈现一些传统的港式小丑 又会有手信区 买香港独特手信 更加有大排档区 美术区 文化工作坊 音乐表演和无人机表演 当过或一些相关人士强调 是为了重演昔日的大大地 至于这些方法行不行得通 我们先不要去评论 不如我们看看 究竟去日的大大地 是怎样的一回事 大大地究竟是一块怎样的地方 大大地粤语语里面 就是解一大块空地 开阔简楼专卖平价货品的地方的意思 华人自古仲而陈虚 在没什么商场和超市的年代 大大地的出现 又如晚上的虚史 集虚史 熟食中心 娱乐中心于一身 所以又会叫做平民夜总会 自1841年1月 英军在上幻水康口街一大登陆之后 就在那个地方建军营 同时开挥了荷里活 但是后来军营搬了 于是就留下了一大块空地 而这个地方就占占成为了附近居民 聚集休戏的地方 之后还聚集了越来越多小贩 在这个地方做摆卖 以及街头表演 慢慢这个地方就成为了一个民间的虚史 叫做大大地 或者很多人都会叫做平民夜总会 这个在荷里活到的大大地 起初是以江湖漫艺表演为主 例如有沙公夫 木偶戏 猴戏等等 还会有人在这个地方摆档行医 看掌也有港股佬 除了表演之外 很多我们在上面说过 一个大大地都必定是要有食物的 因为以前香港经济 都是以劳动力为主 又早吃饭 很多人都有吃宵夜的习惯 所以很多时候 旧一楼下都会有 云吞面档和糖水档等等的小贩 同样地因为流动小贩 大大地里面 开始了一些很有名的小食的出现 例如避风糖炒蟹 炒蟹 海鲜粥等等 而因为消费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地方越来越旺 摊档越开越多 越开越远离荷里活到 慢慢连城王街和厄瓜丁街一带 都成为了大大地的一部分 因为大大地的出现 就刚刚为旧日的市民 带来了不少找生意的机会 例如会有人在街上做小贩 同时因为当时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 大大地正正适合了当时的社会 为平民大众提供了一些低廉的消遣活动 上环港澳码头的位置 起初是称为上环新田地 是1957年到1958年 上环林士街到摩利神街 填海工程完成之后 1961年才把港澳码头 搬到林士街新码头 即是现在的港澳码头 而当时新码头附近 有一个露天的停车场 吸引了一些大大地的人去那里摆档 令到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夜晚有小饭摆马的地方 而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一个很新的田海区 于是就叫做新田地 这个地方跟荷里活道的大大地好似 同样都有街头表演大排档 还有干货摊堂等等 但是这个地方的面积 就是当时荷里活道大大地的几十倍有多 结果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光顺 而日后官方旅游汉物 更加叫这个地方做平民夜众会 去到1970年代 市政局收败了荷里活道大大地的地方 用来做荷里活道公园 于是很多原本在大大地摆满的小坊 慢慢搬到上环了 令到那个地方的规模更加大 以及更加多人认识 而去到日后 因为港英政府要建训德中心 以及连接港澳码头的大楼 令到上环大大地慢慢适宜和收势 再加上当时社会上的娱乐场所 和民生活动慢慢增加 另外还有免费电视台的出现 令到大大地的吸引力一步又一步下跌 加上政府决心取替无牌熟食小贩 去到1992年 港府决定收回全部的大大地 用来发展中区填海计划 慢慢这个地方就变成了现在上环港澳码头 以及附近一带的地方了 正如上面所说 大大地有很多食物 除了火水味十足的小炒 例如炒蜜、炒蟹、干炒牛壳等等之外 又有炭火味十足的串烧和鸡蛋仔 大光灯下的港式老美、牛杂等等 还有干货小食例如糖葱饼、酱酱糖、蜜牙糖 糖水浸马蹄、菠萝等等 除了小食 也有风水面上的档口和一些卖衣的档口 更加上还会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进行卖艺 而卖艺之余 也会向观众兜售下香后交、陈皮妹等等 当年没什么球场、图书馆也没什么商场 也不是家家有电视 那就当然没得上网了 市民的娱乐牵缝 因此当时夜晚的大大地 基本上就迫满了很多市民、很多街坊 而卖唱的坛档更加经常被几十 去到过百的观众包围着 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地听歌、聊天、慢慢地 去大大地就成为了不少市民 辛劳工作之后的心灵寄托、娱乐活动 甚至乎是放松身心的减压之地 去年在大大地卖唱的其中一个同声叫做钟丁当 她原名叫钟丽尚 当日她是一个站在两个叠起的汽水箱上 对着咪响唱歌的小妹妹 而今时今日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了 她当日每晚都会在大大地卖唱 每天唱四五首歌 还会向围观的观众兜售香后教和陈皮妹 一片香后教一毫 她一晚最少可以赚到三十到四十元 高峰时期更加可以赚超过一百元一晚 但当时的工厂旅工一个月的收入才得几十元 除了钟丁当之外 大大地的熟食当都养活了很多不同的家庭 而369就是大大地最大的熟食当 大约有20张大圆桌 如果每晚都可以翻台三次 就非常之好生意了 369冬天卖火锅和羊腩煲 夏天就卖小炒 歌连歌子还会做到凌晨四五点才收档 还有是专门做飞机缆的大大地缆缆 和算命的档口仔 算命的档口基本上都是串通在一起的 第一档就用灵掌 算出你的运气有点差 有血光之灾 第二档就说你乌云丐顶 第三档就说你火星撞地球 每一档都是跟你说同样的东西 就会越说越坏 结果客人对自己运气差 甚深信不疑 就会给钱最后一档 麻烦他们帮自己消灾解烂 其实都只不过是一帮有串谋的老千集团 当年的大大地能够井振幼 不同类型的摊档会被划分到不同区域 而政府都没有发过任何牌照 以及有任何规管的 漏洞小贩都有自己一套谋生 以火水炉和弹炉去取代现代电磁炉和电炉 虽然会有火水味 但其实对于老一辈的街坊来说 这些火水味 说它是更好的风味 照明方面 就用燃气的大光灯 连租大光灯比小藩用的 都有蛋饭吃 其实除了当主的自律 自行处理开档的事情之外 也会有帮会势力在背后暗中维持秩序 这些帮会人士都只是 搵食就是搵食 不会搞搞震 帮会同时会负责大大点的保安 和开档位置 所谓的保安 就是它会叫你给保护费 因此大大点的档摊 看来很随意 实际上都是暗中有规有矩的 过去大大点的成功 因为天是地利 当时市民娱乐少 饭到家没什么好做 于是就想出街趁热闹 远远就闻到炭火串销 炒律子香气无形无色的帮忙吸客 加上大大点消费低 五毫子碗鱼蛋粉 细勇比比街市 多吃几碗都不会肉赤 时至今日市民因为疫情 改变了生活习惯 随身娱乐滚太多 要叫人出街 有一定的难度 现代夜市 很多东西都转了用电 基本上都没有了特色的香味 去吸引客人 30元一吋的烧买 实在令人惊吓 香港人从来都是灵活变通 适应力强 搞夜市 究竟是由市场搞 还是政府搞好呢 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 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 不妨like share和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